小朋友 小朋友 他是 他那个耳朵听不到 从小生下来 那个不会讲话 然后耳朵应该是听不到 听不到 对 那这个是他什么 哥哥 弟弟 你现在多大呀 12 12 弟弟呢 弟弟8岁 8岁 你们要几个呀 4个 4个 那他在你们家 爸爸妈妈去好的 爸爸妈妈出去打工了 给弟弟 吃 吃耳朵还是吗 吃耳朵 你那你们不是 是怎么的呢 你哥哥就这样吧 我也吗 他就上学了 上学去了 嗯 小朋友 我叫全部我来 我来 那弟弟呢 全部我 我吧 你们他算几年几年 没有在上学 他生下来就那个 生下来就不会说话 然后耳朵也浓了 然后偏8岁都没有学校给药他 只能送去那种专业的学校 就荣雅是吧 之前的是没上学啊 可以去里面家看一看吗 弟弟 可以 然后他们爸爸是在外面打工吗 嗯 呀 什么都没有啊 弟弟啊 啊你就是有没有什么想要的啊 我想要书包 本质 和笔 笔啊 好了他想好好读书 那你想不想办法吗 想 你想让他回来吗 想特别的想 特别的想 啊 这点 就是因为这边呢就是 嗯 有没有商店 买不了书包 你买不了笔呢 然后 都这么有 那边就是 你两百块 等你拿去啊 拿去买书包 买本质买文肉都可以啊 好不好 至于妈妈呢 比如说要 要 打工这些东西教学费 回过来好不好 然后那你就好好把弟弟带好 好好上去给我们 好不好 那这钱你拿着啊 不用不用 没有你没事 这个钱对我来说 是想钱啊 对你来说 对你来说 特别习啊 拿去买那个书包买笔 好不好 请稍微 不要不用了 就是把弟弟带回来好好不好 啊 妈妈哥就 我走了吧 啊 听话 嗯 乖 走 啊 弟弟 拿着书包书再过来看你好不好 嗯 拜拜 嗯